為何要學校出現? 要是電影出現 我們要不在乎 F-PLACE2022開年神劇《江獅校園》 雪心驚悚,九死一生 從題材、演員到劇情 都讓人想跟《獅速列車》來比一下 《獅速列車》和《江獅校園》 場景一窄一環 都給人滿滿的安全感 這麼來點刺激的《江神遊戲》配《人間劇場》啊 你有感人副女情 我有淒慘副子情 你有英雄救美 我有小帥哥配小正妹 你有列車上等等的兄弟情 我有歸必無奈放手情 你有反派大叔 我有笑人霸凌 滿滿的人性刻畫 衛生紙都給哭去十包了 在失速列車裡 帥氣的恐竜歐巴 連手馬東時 跟地表最強孕婦鄭尤美 持盡洪荒之力 要在列車上活下去 知名演員的編譯世界雖然精彩 不過知名度不高的新商代 反而讓觀眾更容易入戲 畢竟 他只是個拍照 但無論哪一部 要成就這班大戲 絕對要感謝喪屍路人精湛的演技 還有化妝特效的超高技巧 看看這些喪屍們多會扭 多會追 再看看這撕咬的功力 不好意思 並保護各位的眼睛 咱們就糊糊地體驗一下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無論是哪一部 都滿滿的失味 讓觀眾看得一有未盡 將世上人一日記快出吧 好 現在 不是的 眼紅 現今 一部的小海神 被控室了 避免 安全地 抵抗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